二战结束后 拥有超能力 被外星人选中的威廉·汤普金斯 William Tompkins 连同做研究的科学家 各类文件以及武器系统一起转移到了美国 当然也有一部分专家学者被苏联带走了 两个超级大国的天空之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月球成了双方太空计划中第一个抢夺的目标 前程往事联系起来想一想 汤普金斯豁然开朗 接下来长官还告诉他 他金发碧眼的女秘书杰西卡也是个外星人 地球上常见的外星人有四种 蜥蜴人、蚂蚁人、小灰人和北欧型外星人 他们互相制衡 所以谁也不能一家独大吞下整个地球 而这其中北欧型外星人似乎是来帮着美国的 汤普金斯也经常在智库中能看到他们 杰西卡从外观上看跟北欧的金发美女没什么两样 不过他经常不等汤普金斯开口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有时用心灵感应的方式跟他沟通、提建议 有技术方面的、也有其他方面的 而这些建议往往都提的很在点子上 那天汤普金斯和同事讨论其里斯地图的时候 杰西卡就帮他们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里斯地图Piriris Map 是由16世纪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皮尔里斯 Piriris绘制的世界地图 除了精准地显示了欧洲、非洲和美洲海岸的地形 它还把南极大陆都精准地标出来了 中年白雪覆盖的南极大陆直到1820年才被看见家们发现 海岸线的形状直到1949年才被科学家们 用地震探查的方式渐渐描绘出来 然而,画出来的结果却跟400年前里斯地图相差无几 令人难以置信 汤普金斯和同事认为 这样精准的世界地图只有坐在UFO里高空俯瞰才画得出来 还有南极又在什么时候画过冰呢 这时 杰西卡在旁边很肯定地说了一句 是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前画的 那就是一万三千年前的新鲜女墓时期了 难道那个时候外星人就访问地球了吗 还是那时的人类也曾有过高度文明呢 灯月计划2016年 汤普金斯出了一本自传 被外星人选中 Selected by Extrait Terrestrials 把自己年轻时候的这些故事分享给了大家 老先生说 这些当年都是国家亲密 不过现在过了保密期限 允许说了 而且我也觉得有责任让大众了解真实的情况 特别是当年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真相 当年阿波罗计划其实是分三部设计的 第一部登月 第二部在月球上建基地 第三部在适合居住的星球上打造基地 然后扩展到最近的12个恒星系 汤普金斯负责设计第二部 在月球上建一个可容纳2000人的月球军事基地 可惜这个计划从未实现过 因为阿波罗计划只完成第一部就结束了 为什么? 坊间传言是外星人不允许 汤普金斯说 是这样的 当时被派去打头战的阿波罗八号飞船 曾经绕月飞行 拍回过大量照片 在计划注录的宁静海区域 相机拍到了六座金字塔结构的建筑 以几何图案排列 排列方式类似于埃及那三座大金字塔 以及立护座的三颗星 而在其他地方还拍到了一些城市的废墟 或者一些举行的建筑 而除此之外 汤普金斯还两次接收到有关月球的心灵感应 在大脑中实实在在地看到月球 并不是自然存在的 而是由智慧生命放置在那里的 月球的内部是空心的 有着大量的城市 城市面积相当于美国48个州 在汤普金斯的彩色幻象中 他还看到月球内部有数百个控制中心 像风潮一般的透明建筑物 还有数不清的实验室 用于进行军事 医学之类的研究 汤普金斯认为 月球里外的建筑是外星人基地 他们早就在那里了 人类如果要登月 是不是得征求一下他们的同意啊 不过NASA没有回应 一切已经都准备好了 登月是势在必行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按赞分享